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。 作者,一品文团队刘伯温,无数全尽传。 在斯大林格勒的血战中,俗军王牌狙击手瓦西利·扎伊财夫,经历了无数次高难度的狙杀,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狙击作战经验,更见证了无数残酷的场景。 比如,瓦西利和他带出来的狙击分队学员,会刻意选择高价值目标,而不是见到的捐救后洞班机。 有一次,瓦西利和战友用了几天时间,监视斯大林格勒城去废墟中的一处水源地,等待的军上钩。 他们发现有的军士兵拎着筒来接水,冲锋枪挂在脖子上,对附近毫无防备。 但是瓦西利和战友控制住自己,没有开枪,接连好几个的军士兵,就这样从他们眼前经过,拎着空筒过去,又拎着接满水的筒离开。 瓦西利的战友几次想开枪,都被瓦西利阻止。 瓦西利重复着一句俄国言语,能控制自己的战士是强者,他要钓的是大鱼。 循着德军士兵走的线路,瓦西利用炮兵前往静仔细观察,结果发现了废墟中有趣的一幕,几个德国军官在洗澡。 这几个德国军官脱了上衣,德军士兵用日常喝水的军用滤杯,从刚打满水的桶里摇水,把这些德国军官背上浇水。 瓦西利的战友怒不可恶,举起举击步枪就要开枪。 但瓦西利还是阻止了他,我知道,我们的任务是打掉军官,但是,这些人只是中尉,如果我们把自弹花费在他们身上,那些大人物永远都不会露面。 每天黄昏时分,瓦西利带出的狙击分队成员们,都会来到固定地点集合,分享当天的战绩。 每次杀一个德军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 本时中专门有一块残破的黑白,为大家记录每天的分数,而瓦西利一连几千分数都是零分。 但瓦西利有足够的耐心等下去,终于等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。 这天,他又放过一个淋水桶的德军士兵,结果在那个士兵消失的战壕转瞒出,发现了一个姿态优雅的德国军官。 那个德国军官的外套上有上校的徽章,后面还跟着一个德军狙击手。 那个德军狙击手拿着一支质量上架的狙击步枪,步枪上面安装着前望镜。 现豪的转门处,跟着又出现两个德国军官,一个是少小军情,身上带着像叶骑士十字勋章。 另一个也是上校,还出着长长的咽嘴。 瓦西里和战友交换了一下眼神,这才是他们苦等多天,梦中的情况。 他们的子弹出螳螂,三个群射,每个两发子弹。 瓦西里和战友打出了教科舒适的抱头,斯明德军高价值目标全部阴生倒地。 德军气急败坏,随即展开报复性炮击。 德军甚至动用了轰炸机,瓦西里这才明白自己去杀的那几个目标,究竟有多重要。 连上级都来问,你们做了什么,让这些德国人如此恼怒。 斯大林格勒的象征了那耶夫港的胜利女神事实就是,失去了那几名军官,附近的德军士兵,顿时陷入混乱之中。 苏军趁机反击,一举在,该地区的象战中占据了优势,而这正是战场上狙击手的意义所在。 参考资料,生死狙击似大林格勒的苏军狙击手往西里的生死瞬间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,战争时,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独立专业,有种有量,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战争时,收看全部战争时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